新闻第四章第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性的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发敏诊 没错了 出气发敏诊或者骂是最快去改一个人 甚至如我所说 香港牧师觉得他继续不行真理 因为用血气去行真理 都是有成果 但问题是你这样杀了什么呢 因为威嚇或者威胁的话 对子女都可以 但问题是圣经讲的 这种就是惹疑的气 尚且对我们自己的子女都不应该 何况神将灵魂交给我们 去对一去悶道训练他 所以你发觉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做一个领袖 不需要很多修养 因为修养里面牵涉到其中 我们一见中国人有修养的话 我们知道那人很有耐性 很有恩慈 所以中国人的修养 是很接近圣经里面所说的阿加皮 当然他没有了所谓西方这些情欲里面的冲动 那种 但那些不是爱 圣经从来没有说情欲的冲动是爱的 反而我们真是爱一个人 我们是委身去承担那个人的缺点 或者缺陷的 而里面真的需要很多耐性 就像我分享的时候说到 就像一个护士照顾一个病人一样 我们很轻易会看到这个护士究竟有没有爱心 如果我们懂得用这种心态去帮我们自己的下属 或者甚至是我们的门徒 或者我们的晚辈的话 这种才叫做阿加皮 我们一定要很仔细把它分类 而我们有生之年都不要让这个分类的知识离开我们的脑袋 如果不是的话 你错失了 连圣经里面根本最重要最大的一个界明 你都一直不断犯完又犯犯完又犯犯完又犯 那你怎样可能说自己有信仰 不要说小的那些 千万不要提小的那些 连大的那些都不可以 所以你要明白 为什么圣经说我们说的和谐合一 在圣经里面很多这些真理 其实是由爱这个组合了 建立了 然后才开始有什么 权柄 顺服 合一 和谐 从当中衍生出来的 爱是最基本的一个真理 然后由那个组合出来 就像写一个电脑的设计 每一句说话 对于这个架构的演变 根基那些是最重要的 不是等于你后面写了那些东西之后 根基可以放下 当你任何一句修改了 任何一句忘记了 或者不做 都会对整个设计出现问题 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 神写的圣经也是这样 所以他强调是1.1或是不可以废弃的 我们不可以把它剥开 我们不可以把它抹去 当然了 更加圣经里面最重要的 爱这个特质 我们一定要见机见机又见机 分类分类又分类 我们每天都应该常常将自己分类 我们今天做了这件事 说了这句说话是属于伊罗 还是属于阿加别 所以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曾经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见证也说到 有时候我跟别人去玩UNO 或者玩什么 如果我说话粗魯了 或者是懵着了 我会打电话去向这些人道歉 原因就是我发现我伊罗了 即是急躁了 就算那个人以我的身份来说 是我徒孙来的 我都会打电话跟他说 对不起 我说话急躁了 对于一些领袖来说 他觉得落自己的面子 或者不需要是这样 那些强调伊罗 强调面子的人 当然是这样 但是在我来说 如果我没有了阿加别的爱 就已经万事皆忧 不要说其他东西 所以我一点都搞定自己 我一定是建基于阿加别的爱 去成为别人的榜样 在别人的面前 任何时间 你会发觉 我都会是存着这种的见证 就是阿加别的这种的见证 这种的爱 不是好像那些大起大落 那些大情大性的人 那么被人觉得 那么有趣味 那么有爱 但是这种阿加别的爱 经过断年 断十年之后 甚至日后断百年之后 那个就衍生了出来 就好像主耶稣 那么现在你看回他的生平 你会发觉 他不是大情大性的人 不是嘻嘻嘻 和人宽天酒地 整天到处喝酒 去打牌 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但是你不会说他没有爱 因为他就是用阿加别的方式 行他自己一生 无论他对神所给他的使命 和托付 他为着我们咬吃牙筋 去度过人生当中 最不随从肉体的日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有他成为我们的榜样 而实际上我们懂得把这种 阿加别的爱 摆在我们的生命里信仰里面 所有东西你发觉 才能够在旁边 去建立起来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发觉很怪异的 比如我举一个实际例子 那么你立即就会明白 如果你看到一间教会 弟兄姊妹又很顺服 而领袖或者牧者 都是非常之有耐涵 有阿加别 很有耐性 很有恩慈 你觉得很正常 但如果你回到一间教会 弟兄姊妹就很顺服 好像军训 领袖非常之没有耐性 非常之敏证 随时随地都骂人 你发觉很怪异 对不对 我就是说这个根基 这个根基是不可以拆位的 这个根基你也不可以 不分辨它 不建立它 以为神就照单传修 神不是一个这样的神 否则他就不会写一本圣经 叫我们 教我们 而并且在圣经的真理当中 他还要分成层次 给我们 让我们在信仰上 能够这样建立 当我们从这个根基建立起 所有真理 你会发觉 一路一路就会加添 建立了一个群体 在神的面前 就会高升 得到祝福 但如我所说 你说 但很多领袖 可能用依罗爱去继续 但那些一定不会长命的 明白吗 他一定会很快在位置 当中跌下来 不管是因为 可能跌倒 犯罪 或者短命 因为我所说 阿加皮 唯有阿加皮 在圣经里面 用长阔高 和心 去说 记住 所有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所有的东西 都是长阔高 对不对 就不会有心 OK 因为好像 重复了 对不对 把高和心 重复了 因为中文高和心 根本是一个对称 对不对 但其实 原因神就是 告诉我们 唯有阿加皮 才可以有足够 祝福的容量 如果那个人 不用阿加皮 去行他一生 其实你会知道 那个人自然会 祝福自然会很快走干 很快会短命 或者很快 神会审判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总之 如果我们 没错 神给了很多祝福给我们 但原来我们拥有阿加皮 无论因高 祝福 受数 神都会加长给我们 我们就算拥有 无论是 身边的亲人 朋友 家平 所给我们的尊重 和回应 是会多到 我们自己能够想象 而不要经常生 你又不会祝福我 你又不会尊重我 你又不会听我说 不会这样的 如果这样生 就已经告诉你 你是在收种 对不对 就是要什么生 我们应该 满口清借 满口祝福 原因就是 人所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在圣经里 让我们知道 一个很有趣的特质 就是 家泰书当他说完爱 圣灵的果子的时候 就提到关于 这一点 人中的什么 收的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那里是在说什么 在说圣灵的果子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自己 种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就会收回 圣灵 那我们知道 一定是收回 圣灵的果子 但尽了 依罗爱撒种 就会收败坏的 所以就在 加拉太书 讲完圣灵的果子之后 就在第六章 第八节就这么说 我们由第七节读起 不要自欺 神是兴万不得的 人中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那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自己收的是什么 是不是 你没得生的 因为是你种的 是不是 那他说 接着信着什么 情欲 就是我们说的依罗 信着情欲 杀种的 必从情欲 收败坏 信着圣灵 前面是否说圣灵的果子 是的 信着圣灵杀种的 必从圣灵 收什么 永生 所以我想让你知道 如果我们一生 到我们结束 我们反而用中了 我们自己充满了 依罗爱 无论如何咬 如何骂 你最后 你最后都是 只是 收永死 而已 真言第四章 第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 盛我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井二号一切 出心的怀恋 明年不断 是我绝领 初可计离目共天真是多远 神后恶也是不可计算 我心中是了神情也持爱 在我心自温恋 愿继练歌中你口音 永连藏心中都永远